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今天将为您带来一则最新的消息 针对昨日中游新建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计划案所召开的会议中 台电人员发言内容所引发的外界反应 台电今日发布新闻稿说明 该同仁发言仅为工程技术建议 本公司积极支持该接收站建设计划的立场并未改变 请看以下的说明 台电大坦发电厂将新建副新闻软气机组 自2022年起陆续上转 每年将增加使用近300万公吨的天然气 而气源的供应需仰赖中游新建第三接收站 有关环保署昨天针对中游新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计划案 召开桃园市管达工业区工业专用港 环境影响说明书环境现况差异分析及对策检讨报告 专案小组出审会议 针对会中台电人员发言的建议 关航建港后可能因涂体效应 影响电厂进水口取水 引起外界有吐槽之说 台电郑总理曾经表示 台电气急支持中游新建第三接收站立场绝不改变 而中游第三加长期接收站是供应大坦电厂增建 护信环技术所需的能源动工时程攸关未来大坦电厂及全国工电的稳定 台电中游彼此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台电期盼中游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能如期动工 顺利达成2022年工信目标 在此特别说明昨日仪会电厂同仁的发言 仅为针对工程技术的善意提醒 未来借可有工程设计来加以解决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